2018年8月31日凌晨时分,最新赛季的欧冠小组赛,已经正式完成了抽签,C国将迎战自己的老东甲,巴萨将迎战国际米兰和热刺队,黄马队的话,他们的运气还是不错的。 所在的小组对手势力并不强,基本上锁定了一个出现名额,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,各大分组的详细情况,A组分组情况,马德里竞技西班牙,多特蒙德德国,摩内哥法国,布鲁日比利时,A组分组的话,马进是西甲金分排名第二。 2018年欧联冠军,西甲联赛实力仅次于巴萨的超级豪强,多特则是德甲的传统强队,摩内哥是法甲联赛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强队,所以A组算是一个小死亡分组了,预计出现球队马进。 至于第二名额,多特的和摩内哥的话,就很难说了,两队实力应该是五五开,谁都有出现的可能性。 至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,应该就是陪太子读书,爆冷可能性非常渺茫,B组分组情况,巴萨罗达西班牙,热刺英格兰,爱因或温哥兰,国际米兰意大利B组分组的话,巴萨是当今组盘数一数二的顶级强队, 这次队是英超豪强,国际米兰是意大利的传统豪强,B组也算是一个小死亡分组了。 至于实力最强,第一名出现可能性,最大的应该是巴萨队,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,向上一届的欧冠比赛中,巴萨就因为大义败给了罗马队,惨遭淘汰,至于第二个出现名额,则应该会在热刺队与国际米兰之间诞生。 C组分组情况,巴黎胜日尔曼法国,纳布勒斯意大利,利物普英格兰,贝尔格莱德,红星塞尔维亚C组的话,这是一个死亡分组,巴黎是巴萨班吧,纳布勒斯是一奖排名第二的球队,利物普则是英超顶级强队,三个球队谁都有出现和翻船的可能性。 第一组分组情况,莫斯科火车头俄罗斯,波尔图葡萄牙,沙尔克林斯德国,加拉塔萨雷,土耳其这一组算是一个真正的死亡小组了。 四个球队虽然都算不上顶级强队,但是实力却是非常接近,任何一个球队都有出现的可能性,绝对是火花四射。 一,班人姆尼黑德国,班菲卡葡萄牙,阿扎克斯荷兰,亚给雷里克希腊一组的话,班人的运气还是不错的,算是独一道的存在,基本上锁定了出现名额。 至于第二个出现名额,则有可能在本菲卡和阿扎克斯两个球队之间诞生,就看谁运气好了。 F,曼城英格兰,多涅斯克矿工,乌克兰,里昂法国,或分海姆德国F组的话,曼城同样也是运气爆棚,基本上锁定了出现名额。 至于第二出现球队,因为会在多涅斯克矿工和里昂,这两个球队之间诞生,即皇家马德里西班牙,罗马意大利,莫斯科中央陆军俄罗斯,比尔森胜利杰克,这组的话, 皇马队运气还是不错的,因为这一组分组实力差距相当明显,基本上锁定了出现名额。 至于第二出现球队应该会是罗马队,莫斯科中央陆军和比尔森胜利两队应该也就是陪太子读书,爆脑的可能性非常渺茫。 H,尤文图斯,意大利,曼联英格兰,巴伦西亚西班牙,博尔尼年轻人瑞士H组的话,这一组算是死亡分组了。 C罗将迎战自己的老东家曼联队,巴伦西亚则是希甲排名第四的球队。 这三个球队谁都有出现和翻船的可能性,就看他们的临场发挥了。